最近,有八卦媒体拍到秦岚魏大勋返回酒店,还一起玩手出游,一次恋情曝光,秦岚和魏大勋目前还没有对飞伦做出正式回应,但从过去的互动中,粉丝发现恋情有先兆,两人曾合作关于唐医生的一切,是演历经艰辛的一对,一幕机场身庸的戏份,开摄过程中魏大勋鼓励耍花招逗秦岚开心,以致MG多次,当时就有网友猜测二人或许因戏生情,在一起很久了,回看两人的采访视频,也是冒着粉红泡泡,秦岚 秦岚一直笑得不停,他一直很搞笑,我是笑点特别低的人,笑得后草牙都出来了,据悉秦岚比魏大勋大十岁,秦岚在此前的采访中谈到接受姐弟恋女性应该有更多选择,可以自由选择恋人,除了秦岚之外,魏大勋之前的几任女友也都是姐姐类型的,杨幂和魏大勋也曾恋爱过,这一点娱乐记者也有证实,杨幂当魏大勋三岁,是姐弟恋实锤,还有马苏今年41岁,比魏大勋大了8岁,两个人也有过恋情,纵观魏大勋的 全部都是姐弟恋,使用模糊照片修复软件,以我当年APP,修复了他们在网络上的模糊照片,对于这对姐弟恋,你怎么看?